Hello大家好,我是苏航 在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感谢大家在上一年的支持 这里希望自己做的视频会越来越进步 同时给大家来回味一下腰尾作品本身的魅力吧 那非要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腰尾视频要介绍的是 凌驾于妖精三大魔法之上的隐秘大魔法 妖精的心脏 妖精的心脏又名流明心灰,流明历史 是一个凌驾于妖精的法律 妖精的光辉和妖精之球的大魔法 本着上为永久魔法 则是能够利用绝对不会顾解的无限魔力 做出任何的行动 这为例子来说,从没彼时的口中 妖精的心脏有着能够无限次释放 来自于平易元的超魔法 魔导精力的魔力 或者说根本没有固定的魔力耳朵 毕竟是无限的 此魔法的拥有者为妖精的尾巴初代会长 梅比斯法米利翁 魔法本身可以说是在梅比斯的身体内处 或者说是其魔力源 此魔法本体被封存在妖精尾巴公为地底的圣堂中 是初代会长梅比斯被封印在复苏用魔水晶的肉身 属于妖精的尾巴的最高机密 从梅比斯那边开始规定只有妖精的尾巴会长才能知道此真相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如此强大的魔法 是如何从作品中诞生的 在妖精的尾巴肌肉片中 梅比斯一群人从杰尔夫的身上习得了各种魔法 并且为了让马格洛利亚可以摆脱黑暗工艺的支配 她使用了未完成的法律去解决事件 导致自己的身体没办法再成长了 这之后便遇上了战争 而梅比斯和同伴们也被派出作为友军去帮忙 最终战争结束了 后续当他再次遇见了杰尔夫时 告知他受到了法律的影响 身体已经停止成长了 杰尔夫感受到梅比斯身上变成和他一样 受到了来自于安克斯拉姆神的诅咒 变得不老不死的状态 同时也让梅比斯了解到此诅咒的矛盾之处 越是认为人的生命珍贵 越把人的幸运给夺走 梅比斯认为杰尔夫所说的话完全信不过 便从杰尔夫的面前逃离出去了 直到696年 尤里的妻子丽塔 在工会内生下了马卡洛夫 让梅比斯了解到生命的可贵之处 但就在此时 丽塔便离奇的死去了 大家都以为是因为耗损太多的体力而导致死去 而梅比斯认知到 面前的情况是因为他的关系才造成的 便逃离得出去 只有也因为持诅咒的开端 导致森林的一切都被梅比斯给默杀了 此时的梅比斯感受到了现实的绝望 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荡 直到杰尔夫找到他 认为梅比斯是与他一同的伙伴 伸出着同样的诅咒 梅比斯也从杰尔夫的身上感受到同样的孤独以及绝望 便感同身受 因为一同与杰尔夫来找寻破解诅咒的方法 杰尔夫也在这一个瞬间对梅比斯动了情 艾伦就这样默默的闻在了一起 双方都有着同样的诅咒 但此时的梅比斯却被此诅咒给杀害了 如同此诅咒的含义 越是深爱着他人 就会剁走越多的生命 杰尔夫便把倒下后的梅比斯送回到腰尾公会 而看到此情形的布雷希特 发觉梅比斯的心脏虽然是停止跳动 但依然还有微弱的魔力 便把他带往去工会地下室里头 并且封禁在复苏用的魔水晶里面来进行复苏 布雷希特使用了各种复苏手段 但依然换不醒梅比斯 之后也发觉到梅比斯的身上 有着安哥瑟拉姆神的诅咒 被隐瞒大家 并且在697年 帮梅比斯弄了一个空的墓地在天狼岛上 大概30年后 布雷希特依旧努力得去复苏梅比斯 依靠着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才能 以及梅比斯不老不死所带来的半永久性的生命维持 两者融合 而造就成一个可以颠覆于整个魔法界的隐秘大魔法 永久魔法 妖精的心脏就在这里诞生了 在最终端的故事中 杰尔夫带领了阿尔巴利斯帝国的护盾十二盾以及兵士们来 剁取妖精的心脏 由他命令艾琳使用分离魔法 把妖精的心脏从梅比斯的身体中分离出来 但意外失败了 杰尔夫声明是为了打败黑龙才要获取到妖精的心脏 但事实上是因为为了抵达另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身上没有诅咒以及家人健全的世界 后期剧情 杰尔夫在梅比斯的身上吸取了所有的魔力 而获得了妖精的心脏 这一个瞬间 他从原本黑魔导师的姿态 转变成白魔导师的姿态了 身体的衣物以及头发渐变成白色 背部长出多个翅膀 此魔法被杰尔夫判定为超越时间的神之力 又无限的魔力 能够操控一切的时间与空间 那只以炎龙王的蹦拳 去打向妖精的心脏状态下的杰尔夫 但杰尔夫利用了此魔法 把时间回缩到还没打败之前 并也轻易的把那只给打败了 随后从工会的大门中 连接了十颗奉献来前往新的世界 就像那只得到露西的帮忙下 再次的站了起来 并且和杰尔夫打了起来 随后那只在工会以及伙伴所带来的信念下 使用了炎龙王的力量 把杰尔夫的魔法与时节给燃烧 并且成功的打败了杰尔夫 这就是有关妖精的心脏在故中的篇幅了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此视频 了解到妖精的心脏是一个怎样的大魔法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吧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务必帮我点个赞来支持一下 以及追踪我日后的影片哦 我是苏翰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